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在中國天子腳下的北京帝都 發生了一名50多歲的粉紅 在第三小學附近A4了五個人 其中三名是小學生 而嫌犯當場就被逮捕了 根據中共媒體的報導 這五名人士經搶救並無大礙 但詭異的就在當天晚上9點多 有民眾在入口燒紙前 常規操作又來了 中共警方的通告藍色那張碼 又在避重就輕了 沒有特別提到這三名是小學生 只用了未成年 要知道17歲、11個月、29天、30天 他也是未成年啊 跟7歲、小一他也是未成年啊 但17歲跟7歲、8歲、9歲 在民眾的觀感上是差非常多的 更何況抵抗能力與逃跑能力 7歲、8歲、9歲跟16、7歲 也是差非常多的,是吧? 當然,我相信這名粉紅的動機一樣 中共會交代不清 一個多月前 深圳、日本小學事件 中共官方也還沒告知到底動機是什麼 是因為長期失業報復社會 對吧? 這還是日本媒體從中共內線 還有一些良心的官員透露給日本媒體 才知道的消息耶 還有前幾天山東青島事件一樣 一名中年男子他自己拍影片開著大卡車說 啊!共產黨不讓我活啦! 共產黨迫害我,所以我也要迫害他人! 連撞了十幾台汽車 中共媒體也不敢報導 男子的動機是因為共產黨 中共媒體跟中共警方也不敢把這名男子 拍的這條影片放在中國的微博上 供大家瀏覽 那只留在外網上推特、YouTube 魯迅說過一句話 勇者憤怒,抽認向更強者 卻者憤怒,卻抽認向更弱者 不可救藥的民族中 一定有許多英雄專項孩子們瞪眼 其實你把魯迅說過的話 搬過來現任就是小粉紅口中的反華辱華分子 我們退一彎步來說 你們知道昨天在台灣的花蓮也發生了一起 S這個老婆跟小孩打 但是他的動機是什麼 我們台灣的媒體馬上就給出來了 警方馬上就給出來了 但是中共呢?沒有 哪怕是過了一個多月 深圳那個事件你也是沒有動機出來 正式的通告沒有 再來 你若是因為政府迫害 而在中國也沒有司法獨立 你真的走投無路 要拚個魚死亡破 你就去針對中共政府 不要學中共殘害無辜 你也知道中共手裡有槍桿子 所以你才會被迫害 你才無力走正常維權管道去抗爭對吧? 所以冤有頭債有主 不要把任揮向無辜 你若是沒走又覺得憋屈呢? 欸?你就走先去歐美嘛! 你在加州當個流浪漢還有免費醫療白卡 更有社會福利 每個月少說一兩千美金有的吧? 你再找個打黑工怎麼樣有個三四千吧? 而且加州政府也提供流浪漢的住宿只是看你要不要去而已 各種的教堂還有免費的食物飲水啊 不要說加州啦 我在紐約的中央公園附近看到一間教堂發的雞肉三明治比我兩個手掌還大 不要說這個體積太大啦 正常人都可以分成兩餐中餐跟晚餐來吃了 而最近澳洲人祖團跑去中共駐澳大使館前面抗議 還燒了習近平與毛澤東的圖像 還有中共的國旗 而中共媒體至今不敢報導 這已經大概有三五天前了 為什麼中共媒體不敢報導? 因為這些澳洲人抗議的是什麼呢? 今年8月底一名33歲的杭州男子 把非常燙的咖啡灑在9個月的嬰兒身上 非常可怕 我不想要形容你們自己去推特上看 總之這名男子事後買機票逃回中國 而他被澳洲警方發了全球通緝令 原因是這名中國男子拿不到新的工作打工度假簽證 所以報復社會 而他當初在2019年申請來澳洲的時候 就是以打工度假簽證 後來又轉為留學簽證 沒想到澳洲許多工廠近期不收留學簽證的工作者 所以他無法留在澳洲繼續打工賺錢 所以報復社會 我也不知道這些人到底在想什麼 不管是北京的粉紅還是這個杭州跑去澳洲的粉紅 針對小孩子幹什麼呢? 9月18號深圳日本事件也是啊 還有10月1號的瑞士幼稚人 遇到了一名23歲的中國留學生無差別的進去 這就不說了 我們馬上帶大家來看一下澳洲人抗議的畫面 這就不說了 澳洲人抗議的畫面 沒有傷害了白人 尤其是白人 所以他做了什麼 像是狗狗 他被擊殺了 被侮辱了 白的孩子 我們怎麼能保持 白人在我們自己的國家 當這些國人來到這裡 沒有尊敬我們的法律 沒有尊敬我們的法律 沒有尊敬我們的國家 這就是中共不敢說了 不敢報導的原因 要是今天澳洲人的理由 單純是反對中國人移民 反對中國留學 反對中國文化 中共肯定就會瘋狂報導 微博衝上熱搜 但是今天中共大使館被抗議 中共一個熱搜都不敢讓微博上 原因就是 中共不想讓人民記得這件事情 中共政府還繼續包批這個杭州的犯人 繼續的在中國生活 繼續的可能談笑風聲 或是跑個惡的馬德烏外賣 也不跟澳洲政府談 是否讓這個 中國男子在中國入獄 在中國判刑 又或者是說 我送去澳洲給你審判 不管是什麼樣 起碼他要受到制裁吧 為什麼繼續讓他逍遙法外 所以你的意思是指 非中國國家的人民 日本人 或是美國人 俄國人 可以在中國幹這種事情 然後再回到自己的祖國去逍遙法外 然後當地國家政府不處理不溝通 不作為包庇這樣的行為 這是中國人可以接受的嗎 這是小粉可以接受的嗎 如果你們可以接受的話 那你們就繼續默示這些事情吧 我們可以發現這些抗議的澳洲人 雖然看起來好像有點白人至上的感覺 但是他們的訴求是 我們今天讓你進來 你攻擊我們還攻擊我們 一個熟穿鐵的嬰兒 而且我們讓你進來的這個標準 以前是很寬鬆的 為什麼越來越嚴 就是紅色害你的喔 紅色是什麼意思 共產黨 不然為什麼要燒這個 代表中共政府的一切象徵的東西呢 不要跟我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 是中國文化 是中國人的 這個東西它不是建立在民選的基礎上 建立的國旗喔 它不是說一人一票投出來 它不是說經過大家的權益 你們連cosplay在上海的街頭 都沒有這個權益的 跟我說這面國旗代表你 這面國旗當初在中共成貴投票的時候 它還是最少票的 是毛澤東一故行說 我就是要這面國旗 這不是獨裁這是什麼 裡面說的也非常好 你來到本國 就要遵守我國的法律或習俗 更何況澳洲的法律 比中國還要寬鬆的非常多 例如在澳洲遊行 你不需要額外的跟政府申請 你甚至可以自行宣佈在澳洲獨立建國 澳洲就有名這個男子 把自家超大的農地農場 變成了一個共和國 收門票工人參觀 這是允許的合法的 即便澳洲政府不承認這個國家 但也沒有派這個公安派城管去把它給綁了 說什麼 你顛覆分裂澳洲國家政權 這在中國直接是分裂國家政權送走啊 是吧 什麼台獨份子之類的 看他要成立什麼國家 而不要傷害他人 這個是在任何國家都是一個基本常識 又不是說這個國家比較特別 男生要包頭巾女生要包頭巾 你不包的話就違法 然後大多數的國家是沒有這個法律的 如果是這樣另當別論 但事實上是傷害他人 不管是不是成人或嬰兒 這在任何國家都是違法的啊 而且這已經超越道德的底線了是吧 而越來越多海外人士 已經發現中共的狼子野心了 最近英國前國防部長投書這個表示啊 西方應該加強權力幫助烏克蘭 一旦烏克蘭又陷入僵局 或是被俄羅斯拿下 因為現在這個朝鮮派兵援助 這是事實了嘛 對吧 全世界都承認了 如果烏克蘭真的失守 西方又不加大援助 當然今天美國宣布說 朝鮮都加入了 那我送你的這個美國武器 我已經不限制你 是不是要弄來防守 你可以去反攻了 你可以打回去 美國已經做出這個承諾 所以他們會認為啊 烏克蘭被拿下的話 會加快習近平打台灣的速度 而習近平一拿下台灣這個影響 會比俄羅斯拿下烏克蘭的影響 帶給歐洲更大喔 你不要以為烏克蘭比較靠近這個英國 所以他們影響比較大 並不是啊 因為這會釋放給習近平一種訊號 就是西方國家沒有力氣與能力 沒有心力 也想要這個莫管他人瓦上雙 所以我可以去侵略台灣 所以這個前部長他也提醒英國人民 千萬不要犯這種認知錯誤 以為遠在6000公里外的台灣 跟英國一點關係都沒有 一旦中共入侵台灣 就開始要影響全球的貨運 供應還有這個經濟 包含智慧手機 電腦 晶片 汽車 洗衣機等等等等 非常多的小材料 零件材料 乃至晶片 全部都會被給中斷 你不要說這個 那我可以買韓國三星的 一旦台海陷入戰爭 韓國的供應鏈也勢必出問題 而且韓國跟北韓的局勢會升級 可能也會爆發更多的衝突 而且這些東西很多都是台灣廠商提供的 尤其是這個原料 原件的這種電子零件 而且通膨會更加嚴重 而川普的副手也在今天喊話 台灣是全球晶片產生的關鍵地 原台比原污更重要 當然川普前幾天上Podcast提到什麼呢? 台灣要多交點保護費 但他提到的不僅僅只有台灣 還有日本跟韓國 希望韓國要多付一點美軍駐守的費用 川普認為有4萬多的美軍駐守在南韓 南韓應該要每年付100億美元 退一萬步來說 台灣的國防預算大概是6000億台幣左右 換算就是193億美金 如果付錢就可以讓4萬美軍駐守台灣 我就問台灣人你付不付? 這樣換算每年只要付100億美元 而且這都在國防預算內 扣下來我們還有93億美元 而且這更比台軍自我防守更猛 當然有人會說不要全都靠美國是吧? 那我也同意即便是只派1萬美軍來 付25億美金 我們一年還有170多億美金的國防預算 非常划算的 而且你買來美 我舉雙手同意 你買來美軍是代表什麼意思? 你打到美軍就跟美國宣戰 就是打到美國人 所以這也同步的跟日本、韓國、菲律賓、印太、北約宣戰 北約也包含歐盟全部集體宣戰 所以我同意快來吧 看看這個時候身為好盟友的俄羅斯 會不會同意與烏克蘭停戰 轉過來跳反跟西方一起瓜分中共利益 跟俄羅斯帝國時期一樣啊 當這個英國、法國、日本在弄中國的時候呢 俄羅斯帝國也進來分一杯羹喔 前幾天的金磚峰會啊 習近平就是已經被俄羅斯還有印度、巴西坑害了 以俄羅斯為首他想搞一個類似金磚幣的東西是吧 那你說這些國家中啊 誰的錢是最有價值的? 一些南美、州小國、非洲小國跟俄羅斯的貨幣 還有巴西的貨幣 當然是人民幣是比較值錢的嘛 那他們把自己的錢都投入這個時代中 變成所謂的金磚幣 那這就好笑了嘛 各個國家可以用各個國家的錢投進去 然後呢跟你中國買東西、投資東西 把這個盧布、巴西的貨幣換成你人民幣 再換成美金 虧的是誰? 不就是中國嗎? 難怪中俄這次兩個領導人互動非常冷啊 而且印度雖然這次也參加了金磚峰會 但是印度卻在金磚峰會上說什麼呢? 印度的總理在會場上說 我們要避免金磚峰會變成對抗西方、對抗美國的一個會議 那你說這不就好玩了嗎? 印度變成美國的代言人 然後在這個金磚峰會上講話 那你說這個金磚峰會裡面還有這個美國的內奸 所以最後如果這個金磚幣搞成 你中共國又印了一堆人民幣換巴西的貨幣換蘆布 然後人家把你的人民幣換成美金 那我問你拿巴西的貨幣、蘆布的貨幣你要幹嘛? 在換美金嗎? 你這個掉就要掉多少了? 這些錢每年都在扁 冤大頭給中國人民負擔是吧? 所以你看看沒有核心價值的朋友 只有利益的朋友就是互害 更何況真正戰爭來臨的時候 肯定這些俄羅斯朝鮮也好 一定是比你的敵人還會算計你的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這也訂閱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帕小小姐的,掰